今天是2023年的12月3日 在登记里啊 难得温哥华有这个天放穷的时候 没事 出来的门口里拍一个视频 这时现在又是 到处都是阳光美的样子 现在还不到4点 天一点天黑了 其实基本上到了 4点半 整个天都不全部暗下来 周日 整个街道连一捆手 我先走走给他拍一下视频 现在实际上这个地方 有几个房子在卖 推出来类似于这个 大包卖的 这个没人感兴趣 现在这个地产形势 你再打包 别人也不感兴趣 因为确实有很多这个 开发囊地的充分越来越高 这几个房子 当时就打包卖 没人感兴趣 现在打包卖的话 应该是400万左右 有一个致命缺点是 他们不是有后巷的 屁股对着屁股 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屁股后面 是另外一个房子 建篮 所以说它就不是很独立 像这样的房子要打包 囊地开发 比较难的 相对来说 有后巷的地方 也就是你最独立的房子 后面一条后巷 那街后巷街的话 就很容易通过 第一个房子拿出来 先告一会儿 出售箱给大家 让隔壁的隔壁两家 连去两家 要一起 拿地开发 见到店家 第三家人不敢兴趣 所以说就没机会卖了 对吧 天还是冷的 我的手没在手 放出来的时候 排气皮的时候 就叫做冰凉冰 冷冰冰的感觉 周日的下午吧 大马路上 这些还是比较少的 车辆 现在按照以前流量 这个每天上午 或者下午 UBC通向瑞城 就像在网络过来 我都是在地买 尤其下午三点到六点 三点 就整个街 都满满的 通过UBC方向过来 现在你看 就比较轻松 它人也很少 车辆不少 我从下午 就是一直走到 晚上六七点 现在的交通 越来越严重 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 整个周日 这个车辆就少了 慢慢看 落下山了 平常 我们家附近这个地方 车辆很少 但是 高峰起 下午的时候 孩子们放学 从UBC方向 就车辆会很多 这个路口 要 这是 我 只 cum